大家好,那么这节课咱们就回归到咱们的主题上,这个神经网络 接下来咱们就用TensorFlow给咱们实现出来一个非常简易的神经网络 那么咱们还是用这个上节课所讲的这个Mainness的数据集 咱们要拿这个Mainness数据集做一个十分类的任务 只不过说呢,这回咱们不拿逻辑回归来做这个事 咱们拿一个两层的神经网络去帮咱们预测一个十分类的任务 那么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咱们一会儿要做的这个模型的结构 首先呢,还是咱们有一个数据层,就是咱们的data层 咱们的data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它是一个n乘上784的吧 这个咱们上一课讲过,就是说n代表一个样本数 这个784呢,代表着咱们现在这个Mainness的图像 它是一个28乘28大小嘛,所以说它有784个像素点 为什么是784个,因为它是一个灰度图 灰度图呢,它的通道是只有一个的 咱们是要做这样一个双层的神经网络 所以说这块有一个L1层 然后呢,这块还有一个L2层 L2层啊,这块就连了一个输出 连了一个out 这个输出什么 这个输出就是咱们一个十分类的得分值 比如说,咱们最后可以接一个Softmax分类键 或者说咱们就拿一个得分值来进行一个评估也是可以的 然后啊,咱们接着来就是说,咱们的这个Data层啊 是跟L1之间它是怎么连在一起的 是不是说咱们需要通过一组权重参数W1 还有一组偏执参数B1啊 咱们是通过这组权重参数 把这个Data层呢,和咱们神经网络的第一层L1层给它连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L1和L2之间呢,也是这样一个连接规则 L1和L2之间是用另外一组权重参数W2和B2 然后呢,这个L2层啊,它是不是之后要输出来一个分值啊 也就是说呢,L2层啊,跟咱们的输出层之间 也是由这样一组参数组成的 比如说,用这组OUT参数来去完成一个L2层跟咱们输出层之间一个关系 那么下面啊,咱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网络的结构模型啊给大家画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我需要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 就是说,下面咱们要干些什么啊 下面咱们需要指定出来,咱们这个L1层和L2层啊 它们分别有多少个神经元吧 比如说啊,这里我就随机呢,拿两个值啊 比方说,让这个L1层啊,它是有256个神经元的 让这个L2层呢,它有128个神经元 然后呢,对于这个OUT来说啊 OUT它有多少个值啊 咱们要做一个十分类的任务 所以说这个OUT值啊,它就是有十个的 如果说呢,你要做一个三分类的任务 那么这个OUT值啊,它就是等于3的 好,咱们现在说完了这个网络的结构 那么下面呢,咱们就要对这个参数啊 进行一个初始化操作吧 也就是说啊,咱们要对这个W1,W2,还有这个OUT 以及呢,B1和B2 先做一个参数的初始化吧 做这个参数初始化 首先,咱们需要把这个W1,W2,还有这个B1,B2 它们的骨骼给它造出来吧 也就是说,W1这个矩阵啊,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咱们来看,这个W1它前面连什么 前面连的是不是这个784啊 后面连什么,后面连这个256吧 所以说W1啊,它就是一个784再乘上256的 那么这个W2呢,其实也是一样的 W2连什么 前面连256,后面连128吧 所以说这个W2啊,它就是一个256再乘上128的 那么这个B1呢 B1等于什么 B1啊,咱们就是用有多少个神经元 比如说啊,咱们这里是不是有256个神经元啊 所以说这个B1啊,它就直接等于256啊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B参数啊 咱们让它拿一个常量进行这样一个初始化 B2呢 B2啊,咱们是有多少个神经元啊 是有128个神经元吧 所以说啊,在这里咱们就让这个B2啊 等于128 那么下面呢,咱们啊,就是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咱们的这个神经网络啊,它长什么样子 接下来呢,咱们就按照这个模型啊 去实现出来咱们的神经网络模型 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在这里啊 咱们是先定义了,先定义了一些量啊 咱们的input 这个input啊,就是指了咱们现在的输入 它的一个像素点的个数 因为呢,咱们是用这个minutes的数据集嘛 刚才是给大家说过了 所以说啊,这个input就等于784 然后呢,这个nclass啊 就是咱们最终想要得出来的一个分类的类别 因为呢,咱们是做一个十分类任务 所以说啊,这里nclass咱们让它等于10 这个h1啊,还有h2啊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第一层 第一层咱们有多少个神经元 以及呢,第二层有多少个神经元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要对咱们的模型啊 进行一个参数的初始化了 这里呢,咱们还是啊 使用这个placeholder的结构啊 也就是说,跟咱们啊 上节课讲的一样啊 咱们还是先把这个位给它占上 然后呢,当咱们实际训练的时候啊 咱们再往这个x和y里边 进行一个byte,一个byte 进行值的天充 x等于什么啊 x首先来说啊 它的一个样本的个数 咱们是不确定的 所以说呢,咱们先用一个乱来指定 然后呢,这个ninput 是不是说咱们每一个样本啊 都是有784个像素点的 所以说啊,这个ninput都是等于784的 那么对于这个y来说啊 它这个样本个数啊 也是不确定的 一共有多少样本个数啊 一共有n个啊 咱们,不是n个 是有10个 咱们要做的是一个 0123456789啊 10个数的一个分别 所以说啊,它是等于10的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啊 对这个w1,w2 以及呢,b1,b2 还有啊,这两个out值 刚才可能忘画一个 这块咱们刚才忘说了 这个out值 那么这个out等于什么啊 这个out呀 它是不是就等于这个 128乘上10啊 这是对待于它的权重参数来说 那么对于偏重 偏质参数来说 等于什么啊 偏质参数来说啊 就等于10吧 下面呢,咱们就来出值画 这个w1,w2 还有这个out 那么对于这个w1和w2 咱们让它进行一个高斯的初始化啊 也就是说 咱们啊,可以指定一种初始化的方法 但是呢,咱们通常角度来说啊 咱们对这个w参数啊 不让它进行一个零值的初始化 咱们啊,选择一个 我们看啊,这有一个random,nom 也就是说 咱们进行一个高斯初始化 这里呢,咱们只可以啊 对这个初始化啊 指定一些参数的项 比如说啊 你可以指定一个方差项 这里呢,需要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说 咱们需要啊 把这个骨架显得输进来 也就是说啊 咱们的第一个参数 是咱们第一层神经网络的一个骨架 也就是咱们刚才啊 所说的这个w1等于什么 w等于什么 等于n input的 也就是784再乘上256 然后呢 w2等于什么 w2等于这个256乘上128吧 这个out等于什么 128乘上10吧 这是咱们一个权重的一个初始化 对于这个b参数来说啊 咱们通常情况下 让它进行一个零值初始化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里啊 咱们就是啊 方便起见 咱们还是用一个random norm啊 就是说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高丝初始化 也可以进行一个零值初始化 这个就完全看大家了 然后呢 就是值得注意点 就是说 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啊 就是说 咱们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初始化的 用tensorflow.variable吧 也就是说 要把咱们接下来用到的变量啊 都定义成tensorflow 可支持的一种格式 那么现在啊 咱们就是已经完成了 这样一个变量初始化啊 咱们现在的网络的股价模型啊 已经定义好了 所以我们再次推薦一下 我们再次推薦一下